這就是我的意見 你可以拿走路,但是拿走小路 會讓你更有興趣,以及你的收藏者 獨立自備品牌Roman Goldier 前陣子在台灣舉辦新品發表會 品牌創辦人Roman先生本人 也在睽違四年後再度來到台灣 跟我們分享他的最新作品 縱觀Roman Goldier的表款 有著兼容傳統與現代風格 加上精湛的打磨細節 受到許多收藏家喜愛 而Roman先生精密機械製造背景 理工科出身的思維 更影響了產品到整個品牌的策略走向 賦予他獨樹一格的魅力 I began想起,讓他去做出了一份舐察 Roman,我曾經想起 這位於Valaisiev的工業 我又想起理工業 部份的畫面 我開始到了我的造型 氏 ologist的 Alfeth PrestigeHHM 是從頭脫是由始終的 我會說 這根本來就讓我構成為 從始終端 我已經成為了 我和我的團隊 所有的工资 之后,我们也在开始建立了 能够製造我们自己的工资 今天我们是45 从工资,工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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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种工资 我们能够製造我们的工资 不只是一种想法,不只是一种想法 《Born to the Ballet de Joux》 我认为是在我工作上的 heritage 和 classical design 我认为艺术的造型 是完全正常的 正常的 这就是我做了 在 PrestigeHM HM开始变得更多 开心的工作 我认为是更多的 这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了 有些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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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在《Freedom》的组织 是一种我身体的面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面图 在我们做的面图 从经历的看法 和艺术的东西 到更更新的面图 和更新的面图 但这些面图是我身体的面图 最后是《Exception》 我们认为不同的类型 所以我會說這也是一種不同的事情 有些品牌都在一旁 但我真的喜歡這類型的 我認為很多收藝人都這樣 他們也很喜歡這個型格 但他們也很喜歡這個型格 我會說我們有這些可能性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在意 整個機芯的精細的做工 還有手工的部分 所以一剛開始所吸收到的玩家 大部分都是針對它對於機芯的美感 然後整體在補充功能的設計上 非常受到吸引的這些玩家 初期的時候我們在合作的第一兩年 其實還是以主要的商品 就是像Logical One 或是HMS這類的商品為主 其實收藏家的樣貌也還算多元 就是可能針對大約在 35到50歲這個範圍的收藏家 那可能他們已經在高級製表方面 有很深的經歷 所以他們對於獨立品牌這一塊 相對的也會感到比較有興趣 因為相對有些新鮮感 然後有些比較有創意的設計 不管在機芯結構的設定上 或是排列上 甚至整體在面盤或是上鏈的結構 有一些不同的設定 對他們來講都是一個新的樣貌 除了藉由經典包款之外 近期討論度最高的 絕對是他2021年開啟的全新產品線 C by Roman Goldier 系列 綠樓線條運動風格外型 推出之後便獲得一致好評 而這次的發表活動 便是帶來第五代全新的 C by Roman Goldier 錶款 與此同時 Roman 在記者會上更預告了 第六代作品已經在著手開發 但讓人訝異的是 還未曝光的第六代已經都被訂光了 由此可以看出這枚錶款有多麼熱賣 What we have done with the logical one, the micro-rotor, the prestige collection is I would say the haute couture in terms of watchmaking and I was really thinking about that Roman, we also need to have something a bit more affordable that I would say more collector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able to enjoy you know the philosophy, how we do, the level of finishing, the approach in terms of watchmaking and I say to myself, Romain, it has to be different you cannot, you know, just take, you know, the logical one or a micro-rotor and doing less design, you know, less sharp beveling, you know, the level of finishing and I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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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has to be an approach like a modern approach and this is how I would say for me it was a challenge, you know, because I always did in the past, you know, the artistic approach and that was really nice, that was really nice I had a lot of pleasure to work on every single detail from, I will say, the hands, downs, you know, the movement, the case, the buckle so I will say it belongs to me, I always share with my team and this was an incredible work to achieve so it was a pressure because the idea about to introduce something modern was exciting for everybody but the challenge was, are you able to design something nice? You know, in the past few years, it was difficult to do to make a lot of things and you know, I think it was a good idea of the series so it was a very special moment to bring more young players like from 30 to 40 years that's the price of the price it's closer to the price from the previous year's 200 to 500 hundred even the higher price 新系列開始的價格大概落在150萬 160萬的起跳 所以其實有更多對於獨立品牌有興趣的收藏家 他們開始接觸了ROMA GODI的這個品牌 我們必須要做這些事實際上 在正確的步驟 但肯定在接下來的年度 你會看到獨立製錶師們會看到獨立製錶師們經營的都相當辛苦 獨立製錶品牌熱潮在這兩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話雖如此 很長一段時間 獨立製錶師們經營的都相當辛苦 直到這些年 市場穩定成長之後 才終於開花結果 這件事都有點麻煩 如果在10年後 這件事都在大型公司和大型公司 這件事實在不太好 因為監視製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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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增加了一點 如果您有小型公司 他們會新興奮 大型公司的成功 他們都在造成長的新興奮 因此 新興奮出了一些新興奮 香港這些是超級教育的看鏡市 跟客戶非常理解的看鏡 我必須說其實也要很感謝 其實在這個市場上也有其他的同業 他們在更早的時間點就開始推廣 獨立製表師這樣子的概念 可是在十幾年前 其實大家對獨立製表師這個概念 其實是非常模糊的 以往大家對於品牌 都是會很重視品牌的這個brand name 品牌的名字 但是回歸到製表本身 然後你看到一個這麼美的作品 其實你親眼看到的時候的感動 跟你可能會有一些衝突跟掙扎 所以我們初期的時候 也是會遇到市場面的這個衝突 就是說我好喜歡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極性這麼的精緻 這麼的精美 但是它的品牌才剛開始 我是不是要投入 我覺得這個是我當初 在接觸市場最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很多人常常會問我說 那我介紹客戶買了這個品牌 結果之後它變成孤兒怎麼辦 但我覺得Roman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在這方面 他對他自己或是這個品牌 整體的發展上 像我們現在可能就 甚至可以了解到 五年之後 他對於整個工廠 或是說產品 這整個品牌的布局的規劃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 讓市場客戶跟我們這些partner 非常安心的一個方式